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网络安全专家智库学者纷纷指出 来自中国的黑客活动既积极而且全面性 从国会办公室、联邦机构到智库等多数的华府重要机构都已经被黑客入侵 黑客窃取的资讯足以掌握美国政府的运作详情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 从国会办公室、联邦机构和大使馆到律师事务所、新闻机构和智库 几乎所有华府的重要机构都已经被中国的黑客入侵 黑客窃取的资讯已经足以掌握华府权力运作的详情 问题旨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解读这些资讯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网络安全专家刘亦斯指出 华府目前已经没有安全的网络环境 只要是有价值的资讯都已经被入侵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补大年也表示 这些黑客进行的是一项复杂的勤搜任务 企图连结国会和政府等权力人士的人际网络 以了解华府的决策流程 报道也指出 尽管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网络黑客活动 但美国官方和安全专家一致认为 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是最积极且最具全面性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就呼吁 中美双方应该尽快开启对话 让当局了解网络黑客活动的严重后果 凤凰卫视李卓军富号华盛顿报道 凤凰卫视李卓军富号华盛顿报道